我必須要分中成績,因為英文是我最弱的一刻 所以其實我真的英文很棒 我剛剛跟大家一起討論,各地人他是一個OSA的患者 但是他其實也有一個人的症療,那這是一個66歲的男性 然後他的體型大概軒胖一點 他當作案本身後還不太軒,他還喝了一點點 然後也有insomia的狀況,所以睡前有不用那些幫助症的用料 因為他大部分人平常都在國外 所以他其實用藥的部分有辦法從線上的資料可以找得到這樣 他根本來的阻塑其實是一個假呼的狀況 然後他主要是因為假呼的時候 他也會除了自己假呼的聲音很大聲,會吵到旁邊的伴侶 然後導致症狀的睡以外 他夜間傷口呼吸,然後他會感到朵胖痛的狀況 那後來也有詢問到國際,他睡眠中也會有 他自己也知道睡眠中很足夠的抽空 但是他可能覺得這個東西並沒有很影響他 他覺得比較影響他的是打呼,然後喉嚨很乾,喉嚨很痛的狀況 他隔天會有疲倦的感覺 但是不至於會到打瞌睡的程度 他可能睡眠的話,他都需要安眠藥才可以入睡 那因為最近幾年的症狀有明顯 所以有洗鼻子的習慣 那所以在門診的時候就有看了一下那個 然後有看到他下的牙包容給大家的部分 然後有一些移動格溫區的狀況 然後在他的症狀就有看到他有症狀的狀況 所以剛開始在症狀,大概就是看了一隻手蟻、症狀 他會有一個BLMBL的狀況,和有一個瘋狀的狀況 所以我們先幫他安排了症狀,然後讓他... 然後給你一些藥物來改善他鼻子共鳴 就是鼻子裡面某種症狀的部分 他可能會改善牠的睡眠物質的部分 那我今天講的... 我把你進入前面的訪問 我教練請說,我們病人的鼓鼠 他利用了症狀、症狀、症狀 有哪些還需要多健庇、症狀 比如說改善這個病人是你自己的壞 覺得說有關需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剛才看到的是因為他有出生乳房 所以他應該平均性能夠知道是什麼 如果是0的話 就覺得肯定了,你覺得有哪些需要跟他排除的 症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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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狀 需要再做好一點 其實後來看一下 就是那個睡眠當中的肢體腫瘋的問題的疾病 其實我覺得好像還蠻多的 好像有十幾種 其實這些都可能要考慮 有一些其實是比較D9的 他其實不會影響到睡眠品質的二部分 那有一些他就有可能會影響到睡眠品質上 比如說比較常聽到可能是RLS和POMD 在一些時候RLS他可能會扮有一些 就是長一天 長生去年會鬆完晚上的一些症狀的不舒服 然後所以會到可能一些需要活動的一個狀況 所以可能最需要先排除的可能是 就是如果他被狀況上或到RLS的狀況 可能會需要排除 但是平常他就很好的 所以狀況的狀況 只要說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說 那個他覺得他晚上的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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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所以就是你後來在做PSG的時候要做這些 在這個家在文章上面要套餐進去 然後第二個是說 假設我們假設這個病人可能真的很對我們兩個都有 OSA、GAR、POMD 但你不要想說 有哪些可能常見的疾病會造成POMD 你這個病人怎麼樣 譬如說 一些像是洗腎的病人 然後 假裝線功能益盤的病人 其實 在檔報告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說 報告裡面的病思想 都會叫你去確保這些東西 因為不是要叫你去抽血 我覺得 假設這個病人在病死上面 或者是他在 這個理學檢查 或是病死的 或者可能像是假裝線的問題 或是洗腎的患者 或者是 這些神經退化者 患者的話 他這些 這些檢驗檢查 就是回來需要做的 當然 其實還有一些教務研究 又把 那個 有點像是剛剛黃醫師講 一些 解決如果也說 我們自己的 抗議會議 所以在 教務 教務時方面的 屬位也是一樣要做的 那 各位提示的部分 有嗎 大家再問一問 好 提示 好 那 接下來就是 觀察了 睡眠檢查報告 那 嗯 因為 這個 比較特別 我們現在可以先看一下 左上 可以看到他 所以在睡眠檢查的時候 他基本上是不太感動 他都是一個癢堂的狀況 所以很多事件上面 我們其實 沒辦法 很好觀察到 水患 讓水患 一定有關係 好 那我們再回來看 這個 這個報告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 ES 夠 就是 他疲倦量表 基本上他是 就打對量表 他基本上是沒有 所以他並不會因為 聖年的狀況 差到說 他平常生活的時候 很快要打渴測的狀況 但是 PS以外的分數其實也還蠻高的 所以 其實他聖年底上面也沒有很好 那 他 打呼叫做 SYS夠的話 他是夠 就是 他20 然後就代表說 他其實打呼的症狀很嚴重的 幾乎 基本上都是最嚴重的一個狀態 這樣 然後THR是看他的 我們的死術 他基本上沒有這個問題 然後各個是 輕度的有一些各個的問題 然後 然後 那個 精神和情緒的部分 還可以 然後可以看到他的那個 血壓的部分 他就比較偏高一點 不管是他自己當中 還是未肯的部分 他血壓其實都還蠻高的 所以可能 血壓控制上面可能還不太好 當然我覺得也不能排除說 就是在一個新的黃金上面 他的 他的那個 心理的 有一些壓力這樣 那 有時候看到壓力的部分 就是 看他 他的 呼吸的 呼吸事件上面 他AHR到20 他其中 大部分都在HATOPMIA的部分 他只要少部分的 是 是一個 Obstruch的 NB 然後 可以看到他的 RAM 有大於2 所以 直到說 可能 可以 就是他在 RAM自己的 呼吸事件 其實是比較多的 這樣子 然後 看他 Fleaf Stage的部分 可以看到 就是 Sleaf 1和 Sleaf 2 在絕大部分 他的 Stage 3 和 RAM的部分 就是非常 就是非常地 這樣子 所以 他的深度順免其實是 看他 Stage 3才有一點 其他 所以他深度順免其實是很不夠的 RAM的順免才發 然後 他 他 腎原的 體質方面 是不是 Sleaf Officience的部分 有 8365% 雖然還不到815% 但是我覺得還可以再觀察 那 他 Arable Index 有到 21.6% 那 呼吸事件中 是 Octopic Apnea 有會十次 然後 Hipatnea有 110次 主要還是以 Hipatnea的狀態為主 那 最長的 Hipatnea的時間 有140 Hipatnea的時間 Hipatnea的時間 113秒 然後 L Erin Securation 的部分 他平均一共是 但是 v 你可以機到 抽出 在 OVI 一定是 10次 J Hipatnea 也蠻高的 也 一定是 小時候要快 나타�我們 Sharq Hipatnea的部分 km 今天 其實 看起來 就還好 沒有香港 患者 課出了 得好 跟 然後主要是多一個病人還是看他最好都是POMI的部分 就PLM的部分可以看到他大部分還是以南輪的部分為主 他的POMI在一起一樣 其實真的就是這麼高的病人 那我們就看著來看他的復活部分 那這個傳採的部分就是看他 他其實在RAM的時期可以很明顯看到他的POMI的事件 其實可以怎麼說 集中在他RAM的時期的時候 那個POMI的狀況其實也還蠻明顯的 然後POMI的部分也有比較調 然後在就是看他的那個攪動的事件 其實還是傾向是在比較就是RAM的這個時期 就是還是比較多 然後也可以看到他其實沒有方法有很深度的順眼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跟普利斯正在討論說 那他的這個FOMI的時期比較少 那或許呢可能是因為跟他的那個 早動的事件發作的很頻繁 導致他沒有辦法再好好地進入比較深度的一個睡眠 或許有一些關於的期待 那這個就是他的那個圖形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在這邊就可以看到 這個病人就跟他 皇帝世界上的病人比較不一樣 就是他其實就是看起來就是相對有一個很 就是規格性這樣 所以他就是一個RAM 就是中期性的 然後一個什麼模型的狀況 然後我們就要知道那個 找到的事件 故事都要先排除呼吸事件的引擎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你看一下他這時候的呼吸的部分 其實是都很平順 就有地方是沒有發生呼吸事件的前 狀況下他還是有一個小動態 那跟大家複習一下 就是PRM的事件 他的定義是這樣子抓的 就是他通常發生在可能是一個大女子 或者是說一個Ankle 或者是很少可能會出現在HIP的一個活動 那他的一個事件 因為他必須是中期性的 所以他必須要有多個Movement所組成 那至少這個就是一個系列 他必須要有4個Movement以上的活動 那每一個活動呢 大概是轉在0.5到10秒之間 那每一個活動之間的限時 他可能會 他可能會 建格5到90秒這樣子 他每一個的幅度 因為幅度 他要比他的Facebook還要大發 對 我可以在那裡 請來一下 阿翔你覺得他有什麼 你還要做什麼 還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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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跟你們 這個大家要再講 可以幫你 我覺得還不知道 那個 祭司們在獎上 他的DMV 那個部分地獎在哪 哪一個 哪一個 阿哥 阿哥 有什麼 你不一樣 就是 外車進行 外車進行 所以他 或許可以把 聽說 你告訴他 他會怕 Facebook 他會感動 所以你貼到外車進行 之後 可以貼到 所以貼到那個地方 之後 他會明顯 因為那個就是 我們Facebook 他在 Facebook 那時候 在這個地方 教會的時候 有教育 教育 他就 基本上 對他的 Facebook 做認識 不過是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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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那有的 中心 他就是 會接手 手部 就是上帝的地方 也會接 就是 也是一樣 生存的 動作 對 那時候提到說 左邊跟右邊 如果他 中拍的時間 超過多 的話 要分開算 如果我們按照 Facebook 的話 就是 快拍子到 九十秒 都可以再上 如果是在 九十秒以內 都靠 我都左邊跟右邊 左邊跟右邊 只要靠 五秒 我們 但在五秒以內 的話 只要放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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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於看股的病理 有沒有 也要在你 特別可以到 四 每一次都過 每一次的那個 會超過 不會超過 對 所以可能 我們 其實就是 在之後 要出一下 很奇妙的 就是 他的肢肉 會稍微 衝動一下 但是他的肢肉 波動真的很乾 整個肢肉 波動 他可能沒有超過 一定的病 所以在之後 我自己的話 我會建議自己的話 就是 不要看到 就是有一根一根 附狂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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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作 活動 就去之後 因為我覺得 那 會 就是 拋出了 那個腳症 那另外還有 腳動就是 通常 我們說 我們約在 那個 那個外側 小腿的那個 外側的 進去之前 那個地方 很典型的 他會 腳就是 腳盤會 左右這樣子 活動一下 或 手肉 活動一下 這樣子 但是 有很多 就是 其實是 很可能 就只有 少數 才是 肌肉的 那個 後動而已 但 腳沒有 真正 有那麼 點擊的 工作 所以有時候看 比例 可以 注意看一下 就是說 如果他 要配合到 真的 兩個都有 有時候 進來的 表現的 出來的 那個 其他 其實 我們說 那時候 我們有一起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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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 就是 可以 稍微 看的出來 因為他剛好又蓋被子 然後他也沒什麼在動 所以他被子其實蓋得很好 所以他走動看的 並不是很清楚 對 對 所以 我過來翻拍的 我覺得 我第一回去看 都看不太 就是我覺得 我很那時候翻拍的 我拍得很好 所以 就沒有 給大家看 好 那 所以 回診之後 就是 因為治療 OSA 第一個 第一個 最主要的處理方式 還是 TEPOP 但是TEPOP 這個方法 他剛開始是因為覺得 那個 嘴巴乾的狀況 還是很嚴重 然後 把他的狀況還是持續 然後 經過調整 他胃膠之後 還是覺得這個狀況 覺得 沒有辦法 就是 還是沒有辦法很好的配戴 所以 後來TEPOP的部分 就失敗 然後 主要是因為 對方者 隔沒多久 他又要再不出國 所以後來就 後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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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沒有辦法在這裡走這樣 所以 可以給他的建議 就是一個集中的控制 還有一件 知識性的建議 因為他在 他在 院的時期的 跟你 狀況長明顯 所以 會建議 表現只是他的 MPR狀況 可能 可以 獲得 一個 然後 給予一些 要務 減少 他離場的北大 這樣子 有一個問題 因為他 說好 OSA 那個 OSA 的貢獻 比較大 還是 這個 其實 我自己 當然 是會 請 就是他 他要先 治療他的 OSA 他有幾個人 第一個是 其實他自己在 那個 那個 量表裡面 其實他也 就是 他其實並沒有 他雖然會覺得累 但是沒有被 要 打瞌睡的地方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其實 他的 那個 就是 PLM 其實 不見得 就是 應該說 OSA 對於他 就是 應該說 到我們現在治療 然後再到裡面走的話 如果 OSA 同時 算有PLM的話 他其實要優先 先處理 OSA 因為OSA 對於他 提倦的那些的貢獻度 其實是會比較大的 這樣子 他 通 對 後面分頭子 我先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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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進到這個 他現在 正常這個 台語有沒有 應該要再提 我就很抱歉 他在進到 睡覺前的時候 如果看到 那個 全球裡的頭群 原子呢 他在要 進到 睡覺前 他在有 規格以後 對 他的角色 就是 過了 就是 過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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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 對 包括罐本身上,还有夫妻家属,他等身的努力都蛮高的 所以我们其实在味道当中,他不太能够接受我们的味道努力 那恐怖在一条人间设计的话,他有一些更可能,我觉得他最后会被决定 他会去抓很多需要,然后去open,用银压到我们要回家 这个其实在后处,我去看他CPU的报告里面,他们一直会觉得说 这个事件很有趣,因为他比较强,所以他之前还没有先去看 他是PSG加CPU是在同时进去 也就是说他还没有PSG的报告,都先来给你了 那第一个,这个会发生的是,我可能没有办法精神,是一部片也太危险 然后大家就证明好,所以大家一看几次来就会比较不及 那再一个的话,就是在后期回诊的时候,就是 这年他看报告,然后他就是,他看着B.A.B.B.的报告中,讲说 第三个,我们就是睡觉都缺氧,所以你们有什么要帮我跳高一点 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也,一到一条专业来讲 我们不应该是单纯平静的,就是我一直跟他玩去,八小时也有点 等来这导致电影他觉得说,你知道我帮你走 所以他后来他在后期时用那个意识,他继续越来越开心 所以他觉得我想要想要你这个原因 等来再来的话,就是在一起有心脚动的这个步子 在一起就是我们在世代前人的外交电影他就没有套别一起打 所以这个部分我可能是比较一种认为,是不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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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对 对 如果對外患者來講的話 通常他的治療會比較單純 就是說如果像個病人的話 然後他給他做個比較適合的壓力 然後給他帶一句話的的話 可能比較能夠快速的感想 就是認對他這裏的問題 如果他帶了之後就感覺得說 雖然比較不會有打出任何 但是他任何 廣東事件依舊 就是他在歷史的群網友 包括他其實可以感受到他晚上就叫做叫來做公共 這個情況如果還是持續的話 那我們在PLA的一定的部份 大概就要更集體一點 去管道遠離 是不是一些常見的 電解值的適合 或者是有些潛在的審柄 跨路指定 還是用一些廖屋 還是公約行李主要做 所以現在只要不要去做 發病人都選擇了一下 好 看那個問題 就好 看 差不多了 那是什麼 好 那其實 我自己還會有一個 就是在婚約育動過程中 在探討的過程中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那種規格的走動啊 其實不是走PLA 其實有而已 那後面介紹的這個 蠻高興的高興 他其實也是一個 就是有蠻威慮的一個高興 所以我覺得就是 他的特色是他在一個 水準之中 其實這也是 我在執入的時候覺得 就是不太懂的一個地方 因為其實 其實這也是 課本上面有講的 大概十個左右的 接近十個PLA的一些PLA movement 然後 這是其中一個我覺得 可能跟這個患者 或者是說跟PLN 我比較 我比較難去見別說 他到底要怎樣去區別啦 但是 像這個Food Trailer 它是放在PLA 就是它其實並不會影響到 水平的品質啊 深度啊 這些的 不像PLN 它其實深層 會告訴你的ROTO 會影響到睡眠這樣 其實因為 課本上都沒有這些醫療 所以 我也不是很清楚 感覺這樣好像就是 他看起來 它文字虛錄就是 他是一個在 剛睡早 剛要睡早 或者是在一個 M1N 副時期的一個 腳步的走動 但是 你看它的 DURATION 可能是 2.5秒到10秒 其實好像也是在 PLN 的院主裡面 所以 做得上去 算了一 二 秒 我聽說 你只要跟他講 或是一個 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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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不知道 怎麼樣 辨別它 它到底是靈癌的 還是 你自己的疾病 它是一個 理通者 然後 去 理通者 看 如果 就是面上的意思看 就是 它 出現的時間 如果都不在 一個 剛要睡覺的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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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 跟 M1 之間 症 它就自己出現 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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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 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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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睡眠現象操作在運作後兩次很累的時候 快要追到整頓科破案變厚的樣子 有點被市場的經驗 它出現的是廣闊的 而且基本上是在罪行之間的過度突擊出現的樣子 所以我有看到的總覺得這是一個正常的睡眠現象 出現的時間這樣兩萬 1.25秒到1秒以內就在控控 然後基本上不會造成睡眠的困難 所以我們能夠定義到一種瘋 好,謝謝,謝謝 我覺得這個現象好像是真的有 我可以說不是像是很怕的 或是很怕的,或是很慌痛的感覺 像嚇到那樣子 其中我跟大家分享 它其實有 就是,它其實大概有 我剛剛說接近10個的 比那一個之類的那個 其中一個其實就像這樣說的 就是那個比較不像是這個 對,因為它這一個就是只有小的狀況 對,然後它小的那一個是另外一個 就是它可能會有一個很大的狀況 它可能會醒又是很幼的 你自己就會醒了 對,它可能會看隨後來有一個醒的狀況 所以它就是又可以自己醒了 對,如果有興趣的話 有興趣的話,我也可以看看 那叫PPSS PPSS PPSS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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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咖啡因的使用的多寡 其實是它的一個獨立的預測例子 也就是說它隨著年紀越大 還有使用咖啡因的濃度越增越大 那它越有可能 就是在Othernovation患者裡面 伴随有TL症 所以或許如果以後有機會 遇到患者的話 你可以問一下 它是不是有比較喝咖啡或喝茶的習慣 來知道它咖啡因的使用 那底下這個表格呢 是比較PLM INDEX 大於10和少於10的患者 就是這類群有什麼差距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大於10的A群裡面呢 年紀比較大 男性還有使用INPRECLEVENT 還有使用咖啡因的用量怎麼辦 這幾個是可能會造成它PLM 比較明顯的一個因素 這樣 那我們就很好奇啊 當成的OSA 它PLM叫OSA 那它的睡眠品質上面到底會有什麼差異 那其實這個 就是我們看底下這幾個面向 好 那這是第一個實驗 那它就根本四組 它根本四組 它根本沒有沒有OSA 沒有PLM 然後沒有單讀只有OSA 單讀只有PLM 和OSA跟PLM 這四個讀群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如果只有單存OSA的話 可以看到它Stage2會 Stage2 那N2會比較多 N5N2會比較少 然後任何時期也會比較少 那如果在單讀只有PLM的話呢 可以看到它睡眠的效率會比較長 所以可能精神比會比較差 然後 N1N2的睡眠也會比較少 那N3N4的睡眠也會比較少 然後REM的睡眠也會比較少 然後Street latency的部分會很延長 然後Corpore sleep time的部分也會比較 比較廣 這個是PLM跟negative 就是一般更長的狀況去做比較 那如果說PLM跟OSA 純PLM跟純OSA比較呢 後來可以看到REM latency的狀況 有比較有顯著的 統計學上的移民 其他的部分是沒有太大的差異的 那如果拿我們現在想要比較的 就是純OSA 看OSA加PLM 在兩組上面 在這個實驗設計裡面 它是並沒有顯著的統計上的差異 也就是說在這個實驗裡面 它覺得從OSA和OSA加PLM 它的睡眠狀態 其實沒有太大的差異 這是第一個實驗 因為我們的實驗 他就看到Base Nine 的時候 他如果 就是有PLM的患者裡面,這個地方是叫PLMI大於10,這個實驗,它這個實驗比較特別,它就叫大於10。 它在這一群的患者裡面呢,可以看到就是它的睡眠時數會比較少,然後sleep latency會比較少,然後sleep efficiency會比較低。 就是跟蠻蟲歐角離起來,歐草加PLM的這個毒群裡面,它睡眠的狀況好像看起來會比較差。 然後,但是跟它AHI的時期是沒有什麼限定,孔敬血上的差異。 那甚至跟它的desaturation index和ground zone index,在beta實驗裡面是沒有什麼觀點性的。 那另外還有這個實驗呢,它也是集結了300多個歐草患者,然後也是和這些歐草患者裡面,它有或者是沒有PLM。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其實它跟這兩個不同的族群裡面呢,它隨著它年紀增大,然後ES score上面,比較 ES score上面,一個PLM的族群也會比較高。 然後在它的S score上面,就是比較深度N3、N3、N3的部分呢,它也會比較少。 然後還有它的任務的時期也會比較少。 而互動的index,那AHI has gone in touch,都會有差異。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種的實驗換採,其實它的活動的結論就是怎樣。 就是很多實驗是沒有差異的,或者是沒有差異或減少,沒有差異或增加。 所以我覺得在整體而言呢,第一個就是,目前所做的實驗呢,其實都不算數據沒有到很大。 大概最多都是到1000人左右的一個實驗,就是收案的data。 那可能也因為收案的族群患者的分佈的因素,然後所以這些的data其實還在一個,我覺得還在一個討論的地方。 所以可以看到有的好像睡眠的分佈,有看到差異,有的沒有看到差異。 那PRM它除了可能影響到睡眠,它其實也有可能會造成一些心血管疾病啊。 或者Affective Interactive。 甚至那個認知上面的下降,或者是說小孩子會隱藏到data。 那最後講到,在使用data治療之後,就是剛剛所說的,就是現在的國際上的建議,當一個患者他是OFTA加PLM的時候呢,我們會先建議治療OFTA。 然後如果睡眠體質,他的時候再考慮就是繼續治療PLM。 那我覺得這個因素可能跟就是生前的這些實驗可能也有一些關聯。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或許PLM會造成某一些人,他會影響到睡眠品質。 但是或許這個族群並不是很大,沒有辦法把每一個實驗做下來都可以察覺到他的那個統計學上的差異。 所以應該是說,大部分人先去治療OFTA以後,如果睡眠品質差,我們會去考慮PLM對於他睡眠品質的影響,才可以做出抵抗。 那這個實驗呢,就是去找了一群OFTA定論,那他當然就是放OFTA,他要OFTA加PLM。 那我們去看看CPUP治療以後,針對他訓練的這些GETA,看他有沒有什麼差異這樣。 這總共就是收入了一千多的那個實驗。 那他就分成兩個族群,一個是使用CPUP,另外一個就是使用Chem的CPUP,就是看CPUP的壓力才一到二。 然後我記得之前看他好像大部分比較疼,可能比較輕易的OFTA,大概開四左右就可以達到治療效果。 所以一到二應該是比較能治療效果的一個狀況,不如他的Shem的對照組的比較實用這樣。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實驗裡面呢,他一般我們PLMI其實是主要大於食物,那這個實驗比較特別的,他是主要大於食物。 好,他在這個地方的Provalence大概是14.8,所以我們可以猜他,他如果以食物當作一個狀況的話,這個PLMI加OFTA的盛行率大概是OFTA裡面的14.8,14.8。 那我們可以看到CPUP,CPUP組和Shem組在治療以後呢,我們可以看他這兩個組別。 他的PLMI在BASELINE和6個月的治療後的PLMI並沒有明顯的差異。 也就是說CPUP的治療並沒有辦法改善他PFM的臨床上的這個表現。 好,那CPUP治療以後呢,他的PLMI和他同一個那個AHI呢,是並沒有顯著的相關性。 也就是說,他並不會因為PLMI的指數比較高,或是比較低,我們可以來預測的話,他CPUP治療對他的那個AHI的治療控制的情形。 就是沒有辦法做預測的,因為他們沒有顯著相關。 但是呢,他PLMI可以跟CPUP治療後的TFT和Sleep On Disease是程度相關的。 也就是PLMI指數越高呢,他在CPUP治療後,其實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他的小睡眠時數還是比較差的。 那Sleep On Disease的症狀況還是比較差的。 所以在這個研究裡面可以看到,在PLMI過程也是會影響他的CPUP治療和Sleep On Disease的部分。 然後,在CPUP治療後,Sleep Latternity會,如果PLMI比較高的追求患者,它Sleep Latternity會增加。 所以,在這個實驗裡面看到的是,PLMI的確會影響到睡眠的安穩程度,會影響到睡眠品質。 因為PLMI水的年紀增加呢,它會跟Sleep On Disease呈現複長相關。 但是它的AHI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它在控制的年紀和EC9AHI之後呢,它的Sleep On Disease,它是一個獨立的捏扯營。 所以我們可以預計,當控制年齡和AHI的狀況下呢,它如果PLMI越高,那它睡眠的狀況就會越差。 那治療越回越後呢,其實它的年齡和REC9AHI和PLMI,都是它的睡眠品質的一個負面的讀因測影。 那依據上面的那個研究的結果呢,我們可以推測。 依這個實驗的生子呢,它可以推測PLMI和OPSA,它可能是一個獨立共存的一個狀況。 所以它們兩個是可能沒有互相影響的。 但是,其實這個實驗它還是有一些限制住的。 第一個,它沒有去評估RLS,也沒有去排除RLS。 第二個,它沒有去評估PLMS的Arousal Index。 然後第三個就是,它選用的標準比較特別的是大於10。 但是其實,它就有說,它如果去交大於15的話,其實也是有類似的。 就是也是有一樣的一個結果。 然後第四個,它沒有去排除其他藥物最PLMI,就看這次的影響。 那這就是我分享的部分。 謝謝大家。